我想昨天行政院院長在院會 針對第二期囑困3.0的整個2100億 提出來在院會通過 那會送到立院來做審議 那我想在現在這個臨時會期間 我們聽到這樣子 要在動之舉債的方式 囚編2100億的紓困預算 我們想先請就叫一下我們的蘇院長 第一個現在還是紓困的期間 還是振興的期間 還是轉型的期間 所以整個紓困3.0看起來 規劃上面最多的是經濟部 大概1000多億 其他的衛福部有關疫苗的研發 我們覺得合理 可是很多是回復的狀況 所以當時用移款劑集 動之1000多億 現在用2100億舉債方式 來回補當時的公務預算 相關的基金預算 這樣的經費籌編 財政的籌編 也想請教蘇院長 你覺得這符合財政紀律嗎 當時我們就質疑 這樣的快速通過預算的特別條例 用災防法 用移款劑集 大家也覺得 為了防災 為了復原 為了需求 把特別條例的精神 跟防災的精神 貫穿一起 所以我們也同意了特別預算 但是到目前為止的2100億 我們看到經濟部 只有五頁的報告書 請問這些行業別的分析裡面 勞工受影響的程度 你們預算撥補下去之後的效益 整個報告只有五頁 我想請教蘇院長 你同意經濟部用這種方式 咕嚨你嗎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報告 你也可以過關 那我想 你當時 顏值要加大 加寬 加碼 當然他們都加大 加寬 加碼 可是我們想 現在這個時候 三倍券 剛要開始 提出 大家領完之後的振興效益 消費狀況 你們也沒有評估過 就立馬在臨時會最後一天 就說要送到立院來 我想對於國會的態度 非常的不尊重 對於我們行使預算審核權 也非常不尊重 因為他即將在第二次臨時會 就要求我們要審核 這樣子一個財政的編列方式 財政紀律的不嚴謹 以及財政上面沒有說服 國會也沒有說服產業 我想這是我們第一個提出的質疑 希望以後對於這種紓困 或者是振興 要對國會做清楚的報告 要對國人做清楚的報告 這是第一個我們對於他籌編方式 以及昨天的院會表達抗議跟不滿 再來我想要針對勞工的部分 我們知道他現在經濟部的一千多億 是要對特定的製造業產業 延長他所謂受影響程度的堅困企業的四個月 薪資補貼每人兩萬 提出延長 請他提出具體哪一些產業 哪一些製造業 哪一些供應鏈製造業 所以形同無法在下個第三季第四季 游手回身 所以他要延長 這個不是資訊不透明的 這一定要透明的 因為各個行業各個企業 還是在等待 如果你有第二次的紓困 請問你的方式是要讓我的企業 重啟轉型的可能性 還是就此像交通部講的 有一些就退場吧 有一些旅行社就退場吧 這樣的交通部份經濟部隊產業的政策 根本是完全不同的心態 請問這是一個什麼政府 在對待產業 在對待勞工 最後我要加強補充 勞動部在這次的2100億裡面 幾乎是零預算 他的47億是要回補當時 他們針對職業工會 提出3萬塊 整個預算 還有50億的貸款 他們認為當時預估少編 所以這次編的47億是整個回補 所以紓困的3.0 對勞動部來講 他們一個部分都沒有爭取 一部分也沒有業務 我也想先請就叫勞動部 如果你們認為第三季 第四季 製造業在經濟部原理 是一個艱困的 是可能有危機的 繼續對他們的產業跟勞工進行處理 請問勞動部你是沒有看到 你是不了解嗎 還是整個都推給經濟部 勞動部還是在被動的處理 失業之後的狀況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 與眾心長 特別對於六七月 確實是青年新鮮人在職場上 找工作非常不容易的時刻 這時候的勞動部怎麼不見了呢 你們的青年就業的這樣的規劃 到底執行成效又是平和 難道不是一併 應該在第三季 第四季 面對國人講清楚 面對國會提出報告 這是我們民眾黨對這一次 籌編兩千一百億 表達了抗議 也不得不接受 必須要對有一些特定的行業或勞工 繼續支持 那個我想這個 其實如果以產業的角度來講 其實我們這次的疫情 從防疫紓困到轉型 其實我們想要請教行政院的是 現在到底是在哪個階段 其實現在目前國內的疫情 雖然是已經趨緩 但是海外的部分 其實全世界 我們只要跟全球供應鏈有相關的這些 相關的這些私通訊產業 相對來講他們還是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們希望就是說 在這次紓困3.0的部分 可以把它納入進去 那我們防疫會做得這麼成功 主要很重要是超前部署 但是在之前的特別預算 包括這次的紓困3.0 我們都沒有看到 我們的國發會 還是說我們的經濟部 對我們的產業有一個長遠的規劃的破壞 因為我想現在的疫情 並不是短時間可以去趨緩的 我們必須要學習跟疫情共存 所以產業的超前部署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說我們國內的這個數位基礎建設 產業的數位基礎建設 這些部分我們都要納進去 那其實這次的紓困3.0的預算書送進來 包括這次要在臨時會強行的通貨 讓我們都覺得非常不受尊重 而且老實講 都是這種先設建再畫法的方式 其實極度都是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的一種概念 我們希望就是說這個部分可以做一個比較長遠 跟這個短中長期的這個產業政策的規劃 這個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那包括其實說像交通部的一些觀光部分的一些補貼 我們舉個例子 其實像這些觀光業的部分 其實也有南北補助失衡的一個狀況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的這些旅客 還是集中在北部原本的部分 所以這些部分城鄉的差距 還有各地方資源的分配 其實我們講都是相關部位必須要去特別重視的 謝謝